每一次神鸟小女的分拍 小龙女的选角都毋庸置疑 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 回顾历代小龙女 每一位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气质和特点 小龙女了解并不多 但原始还是很能打的 作为新人演员 毛小辉为了能呈现出最好的表演 不一样的毛小辉 你还想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吗 欢迎点击 就算无理逍遥 对不起你们两个 可是你们好歹 不要把我当成空气呀 10月25日 在节目影连请结尾中 毛小辉与童梦石 助续丹等一起还原 《新建七夏传》的片段 她在其中饰演赵灵二 巧的是毛小辉还是新版 神雕侠侣小龙女的扮演者 留意非夜同时演过赵灵二小龙女 不过毛小辉的五官长得过于犀利 没有女性的柔美 也没有赵灵二的善良 反而像是一个充满心机的绿茶 表演也极度浮于表面 总是瞪着眼睛没有神采 影剧和刘一飞差距也比较大 成为表演中最大的败笔 最终三个人表演出来的结果 让人很失望 明明是一个伤感的离别故事 但是却屡屡让现场观众笑出声来 郭基敏看的时候也是忍惧不惊 李正宏导演称 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确实有一点尴尬 但是此次陈凯哥 竟然挑选了最受争议的毛小辉 给出道理由更搞笑 同情毛小辉至今没有一部影视作品播出 应该给他一点鼓励 我刚刚一直在 那个 半身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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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我们要上了 食物 就是 bomb 即可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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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